接着来扫描各报头条 今天几乎是各大报章都在关注公务员加信的消息 其中新周日报报道 调整后的新筹制将会在下个星期出炉 同序部长法米预告 加信的幅度预料高达42.7% 而最低也会有15% 由于公务员调新涉及国库 因此这项课题也会纳入今年10月 提成到国会的预算案 南洋商报聚焦的是 西马半岛柴油零售价格从今天起 每公升降低五仙 也就是去到了三令吉三十仙 财政部指出这是因为全球原油价格都在下跌 因此决定下调柴油价格 政府也会继续监督市场走势 调整油价并维持价格稳定 大都会日报则是关心 柔和新山有不法分子向学人兜售 迷幻蘑菇电子烟 学生只需要支付至少五令吉 就能够吸上五口的电子烟 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沉迷成瘾 根据社区组织了解 不法分子通常会公然在商店 或者是在儿童游乐园公开进行交易 吉马伦旅游景点圣托里尼主题公园 因为没有获得准证而遭现议会拆除部分设施 当地的现议会主席阿兹米就透露说 这个主题公园其实是可以重开的 但是有条件 那就是必须先获得准证才能够重开 阿兹米也表示说 业者已经是接到通知了 只要有准证就可以重开引运 那根据新宗日报 建造圣托里尼的土地属于合法地段 问题就出在了业者没有向当局申请执照 此外呢 进入主题公园的入口路段呢 也因为太过狭窄和陡峭了 你看看 所以呢 当局决定拆除 后疫情时代呢 一经济是慢慢的复苏了 本地企业也展现了娇人的业绩表现 我来看看这篇南洋商报的报道呢 今年一共有11家公司登上了福布斯亚洲 10亿美元以下200强 而大马呢就占了11家对吧 比去年多了两家那么多 我们来看看南洋商报整理的这份 这份榜单上榜的公司呢 包括了食品制造啊 然后呢还有生鲜批发 卧室用品 衣服啊 建筑材料 汽车等等 涵盖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那文告也显示说 愿意外出用餐的中产阶级消费提升了 再加上游客稳步回流 所以今年有21家食品公司 在榜单上上榜了 比去年翻了一倍 此外美妆行业也获得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一共有9家公司上榜了 不过呢半导体是稍微逊色了 从去年的14家减少了将近一半 来关心天气 气象局的网站显示呢 今天呢 冰城早上是会下雨天的 但是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 天气运料就会转情 那玻璃市啊 其中坡不成和马六甲也会是一样的 下午可能会举步下雷雨的地方 就包括了登加楼 彭亨 雪兰娥 沙巴内陆 沙拉越 古晋 西莲 三马拉罕 本铜 斯里街 施屋 木交和民都鲁 在入夜之后呢 登加楼 彭亨 沙巴内陆 纳米的雨是可能还会持续的 而不下雨的周暑就包括了 北马三周 雪龙 布城和马六甲 沙巴斗湖同样会是个晴朗夜 或许是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下雨啊 所以今天的最低气温会比平时高上一度那么多